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水分的多少至关重要 外公吴庆宽 是家里唯一的权威 红糖 决定了糖灸的颜色 也决定了糖灸的味道 最美的味道 往往就藏在最常见的食材里 取自自然 回归朴素 吴庆宽前几年还自己搭了土灶 他觉得 有些食物还是老物件 做出来的香 在食堂 七夕最忙的不止是吴庆宽 隔壁邻居陈其恩 也在忙着做另一样小人节的必需品 彩亭 一个彩亭好不好 要看亭上的小人巧不巧 孙悟空 哪吒 玉皇大帝 七夕节的时候 这些泥素小人 就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玩具 三层彩亭专属于孩子的十六岁 又叫满金亭 在食堂镇 孩子过了十六岁就代表成人了 童童今年才四岁 等着吃外公的糖灸 长大对他来说可能还很遥远吧 在他眼里 外公外婆永远是那么默契 到糖灸的时候 外公从来没有打到过外婆的手 石锤一起一落 糖灸一翻一折 就在外公外婆的倒倒锤锤中 糖灸有了嚼劲 又不沾牙 这是最适合小孩子牙口的甜食 老印模上刻着乌龟 花朵 金鱼 给热腾腾的糖灸 糖灸赋予了吉祥的含义 曾经七夕节是吴庆宽自己的小人节 后来变成女儿的小人节 如今又变成孙女的小人节了 糖灸可以直接吃 可以炸着吃 妈妈做的炸糖灸 外焦里嫩 又是一番滋味 七月初七 在这甜滋滋的红糖味道里 统统又长大了一岁 食堂镇的小人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封 后传入闽南 三百多年前闽南民众迁入食堂 七夕习俗也随之而来 彼食习愿的习俗 如今像活化石一样保留下来 变成了孩子们快乐的七夕节